哈喽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的话呢 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个这样非常颜色非常的 像我们蓝色的海洋一样的这样的手工毛线 粗针毛线额带的一个视频 然后的话呢 可以看到它是用非常简单的一个V型的这种小针 小了针角就能够给它做出来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是要用到这里的小的钩针 这里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这个毛线卷 它一卷里面的话呢 是100克 然后是能勾出110米 它我们只需要用到额式的话的话呢 是大概只需要50克左右 大概就是它的一半 然后里面是30%的羊毛 以及有含有其他的成分 就是大概45%的人造纤维和一些的这个 也是一个各种各样的一个人造纤维在里面 我们可以先把它在这里面去给它拿过来 在它的线上的话呢 我们是把它给它拿过来 如果你是想要把这个勾针做得更宽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用到更宽一点的这个毛线 或者是更宽一些的勾针 我们在这上面呢 也是可以先给它勾支 先这样的一个短针脚 这边呢 也是按照我们这样的一个办法 去给它进行勾支 也是这样把它用我们的短针 然后再给它拉一个短针上去 去给它做它下一个针做为基础 这边再来给它剩一个 所有的呢 我们都是把它放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地方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里还剩下两个针脚 这里呢 我们是已经勾支了五个 我们可以再把它翻过来 我们可以把它先翻过来 然后再把它这样穿进去 在这里面去勾支它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个针脚 在这里面给它继续 然后在这边的话呢 也是给它拿上去 继续的向上进行勾支 我们这里呢 是已经到了它的接下来的第四个 再来进行勾支 这样的话呢 看起来就是像这个样子 然后这边呢 也是再给它穿回去 重新的再给它拉上去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话呢 也是非常的快的 就能够把它勾支出来 我们再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另外的一排 这边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也是要给它穿勾支上去 现在这边呢 现在这边呢 是它的最后一针 在这一排的 然后这边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它 我们可以把它继续的 再往上进行勾支 然后直到我们把这个整个 都给它勾支完了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的 让它再短一些 如果你是不需要 那么长的额式的话 因为如果太长了 就非常的容易 绷不住 放到额头上 并且它绷得不是特别住 我们可以把它先放在一边 然后呢 是把两边都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这边的话呢 也是把它的毛线这样 把两个可以把它 这个穿插在一起 然后这两个呢 像是放到了一块儿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尾巴 去给它收掉啦 我们可以拿上我们的剪刀 稍微的在这边去给它 拉一下线 然后呢 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两边呢 去给它 放在一起 然后如果你需要的话呢 也可以拿熨斗 去给它熨一下 希望你能够喜欢 那么如果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 应该带我们嘴向上的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是可以直接在视频的下方呢 给我们留言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